美国和欧盟意外实现贸易和解 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 让中国感到压力山大 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 欧盟主席荣克向川普承诺 欧盟将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 与此同时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美国打算在8月底之前 启动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协定 专家分析 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 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 发生根本性变化 贸易战风云突变 曾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 突然将矛头集中指向中国 而不久前 曾高情自由贸易大旗 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 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拘于 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 这种趋势能否成为现实 中共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 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 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您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 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另外呢 您还可以通过 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协线VOA China 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 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 这样一个危机关头 突然实现了贸易和解 宣称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 美国还宣布将在最快 在8月底之前启动 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 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 有人说 看来子弹乱飞的这个时代结束了 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 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 还缺少细节 双方的分歧没有完全解决 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 像法国西班牙 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 不过这个联合声明 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一 他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 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 双方不是敌人 而是盟友 第二 他也告诉我们 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 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 那么第三 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 再加上和日本 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么一来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 就把中国排除在外 那第四 就是美国和欧盟都意识到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 那美国今后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中国身上 这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打一场很大的贸易战 不过他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一点 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明确 你看就在 这里头美国还是有要谈判的意思 你看就在这个月的18号 美国白宫的经济代表库德罗就说 说求在中国一边 我认为中国是愿意谈判达成协议的 但习主席不想这么做 所以我们现在等待 那今天7月3上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来访的英国外相Hunter 也谈到这个问题 他就在和美国就贸易摩擦的这个对话上 我们中国大门依然是敞开的 中国并不希望爆发贸易战 这就说明了中国发现 他意识到他试图离间美国和欧盟 那么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外也担心美国欧洲欧盟和日本 结成一体架空世界贸易组织 所以他赶快表示就愿意和重新和美国谈判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看看 这个美国和中国是不是要进行谈判 如果谈判的话会谈到什么结果 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 那么我再来请教 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美国国内的这个专家们 对于川普总统的突然转向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派认为美国是在修补与盟国的关系 以便与中国打持久战 另一派认为美国是借此 想示范给中国指一条路 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 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 那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张先生 我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也就是说修补与盟国的关系 然后跟中国打持久战 为什么这么分析呢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 他的这个团队 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 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 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 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开幕 我们也回顾了 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 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 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 那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 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 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 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 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 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 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 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 这个逆差太大 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 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 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 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 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 这种两一个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 这种消息彼得陷阱 这种关系 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 现在这个他需要通过 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 这个是他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 而且我们看 如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 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 是一个急剧上升 然后这样前三点 我觉得就可以规结出第一次点 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 就是第二种意见 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 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 接若竞争对手才是目的 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 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 这个恐怕才是目的 谢谢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我们有网友 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 我给大家选读两个 傅政辉 他说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 中共似乎有四大坚持 不战 不祥 不和 不改 且有四个自信 熬得过 躲得过 虎得过 拼得过 可是整个局势呢 却都对中国不利 中共企图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抗争 乃是受到林毅夫之流的浮夸风所欺骗 如不悬崖勒马 老老实实地回到谈判桌 结果堪忧 Alex Liao 这位网友说 他说 零关税如果是零丹妙药 WTO创立时 中国不在内 那欧美日 是不是早就解决公平贸易问题了 或许 真的如 库德洛所认为 公平贸易就是零关税 那么他 真可以回到WTO元年 真的那么容易吗 自由贸易 无补贴 无关税 必然扼杀弱势方的产业 导致大量失业 奥巴马不过签了 降低关税的TPP 就被美国人骂得不轻 川普竟玩更大的零关税自贸 先不说欧盟各国的阻力 投川普票的这个劳工选民工会 会乐意吗 这就是说 我们的网友 把各种困难和局限性 也都估计在内了 无论如何 我们说不管能不能谈成 现在看起来川普这个举动 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从官方 中国官媒和官方发言人的反应中 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概括中国官媒的观点 几乎一言以蔽之 都说不可能 说这个零关税 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 口头说说可以 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呢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美欧要建立 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 如果要落实 确实有很多困难并不容易 但是问题重要的是 就是方向已经确定了 那美国和欧盟之间 要进一步密切他们自己的经济贸易关系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而就是这点本身 我想它对中国就构成一个很大 很严厉的一个挑战 而中国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那其实说起来 这次你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克就讲得很清楚 他要协助美国共同对付中国 另外他至少表示了和美国 能建立这个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这么一种意向 这都会让中共感到非常的头疼 另外从西方来说 其实它早在奥巴马时期 就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你看除了这边的东边的所谓 TT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那么在那边 在西边还有一个就是 PTIP 也就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 也就是这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 它们之间要做的协议 当然这中间也还没有完全拿上协议 中间也有很多的困难 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 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 这个自由贸易区 当然就比这个PTIP事务还更进一步 当然你要做起来 遇到的麻烦也还更多 要克服起来并不容易 但至少有两个选项 而这个PTIP是一个选项 现在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费 自由贸易区是并一个选项 而这两个选项都表示一个共同的意思 那就是说美国和欧盟 要怎么样进一步强化 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而且重要的是呢 就是表示他们都可能 要抽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 而任期独造 这么一来呢 都会把中国排除在外 这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压力 那中国就感到 除非它进行进一步进行改革 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使自己才能够适合 这个未来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 包括如果真正做到 你这个兑现 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种种承诺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那将来被排除在美欧日 这个经济联合体之外 我们就是很难对应 这个现在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那看来美欧日呢 现在都有这种异象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 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呢 也提醒众人 说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签署 并发表过这个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 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言外之意呢 都是说美欧或者美欧日的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声明只是一个外交文件 这个这一类的外交文件的效力 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那当年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声明不是也发表 现在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信外交文件 那这个就太文符主义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天真的说法 然后再其次呢 就是说美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如果实现零关税 或者朝着这个零关税的方向走 那会这个逐步的化解美欧之间的这种经济摩擦 会使他们的利益去一致 如果做到这些或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觉得这个中共很难阻止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中共本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 以及它的这个经济扩张 令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 你要搞一带一路 要搞什么人类利用共同体 要这个为什么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这些 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中国要来领导世界 那这个可能西方是很不安的 它很怕你把你的意识形态和你的体制 强加给西方世界 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 美国不怕零关税 法国西班牙他们有点怕 所以他们有保留 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 这个你如果零关税 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 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 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诸外洋上街 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 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 而是中共 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 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 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 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 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 来这个来增加它的税收嘛 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 如果实现了零关税 中共拿什么来维稳 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 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会成为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的 所谓的提醒 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 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 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真的 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 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 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 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有网友回应 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 STGY007 他说早就应该废止WTO 这样没有效率 没有规则 靠小聪明耍流氓 就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贸易协定了 美欧日达成贸易协定 对全球贸易的新秩序是好事情 黎明将至 他说中国经济70%的GDP 和14亿老百姓的民生毫无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不发展 对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意义 刚才张先生 张立盘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接电话 听听我们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这个林关税 中国是欧盟的缓兵之际 因为以前乌拉贵会合谈判 谈了20年都没谈成 欧盟只是想通过这种表示 就说避免美国征税 而且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占据了 整个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 如果他要把中基端都拿去的话 那么别的国家都没打活了 所以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当然中国是可以响应林关税的 中国因为还有这个行政保护 还有这个货币手段 这个习主题完成可以响应林关税 来结束中美贸易战 用人民去点植对冲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 已经有很多参议员 要求特朗普9月以前 结束贸易战 美国国内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其实唐先生您不用改名换姓 只要您呢 这个严肃认真的参加我们讨论 我们是欢迎的 北京的金先生 金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两位嘉宾好 听众好 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节目的发言 我表明了观点 美日跟中国的贸易战 是失败的 欧洲的跟中国的贸易战 应该是胜利的 为什么说呢 我要说明这个两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有两个人一文一武 就可以解决东西两个问题 一个是英雄王城 另一个是古代的牛三姐 一文一胡 北京的金先生 谢谢您啊 北京金先生 谢谢您 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 观众朋友们 我们时间特别有限 我们尽量请我们两位嘉宾多讲一些 我们的这个电话听众 你打进来之后呢 您就把您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好 不要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 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啊 它就是一个政治巨婴 能听听吗 可以 您抓紧时间讲 好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呢 就是政治巨婴 从那个01年入世以来 一直是跟国际上这个政治 以及经济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接轨 但是就像大陆的普遍信仰一样 作为一个孩子 一个婴儿 然后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一个宇宙的中心 但是呢 我们经历了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 已经成年了 那么国际社会 所以就是以正常人来对待我们 但是发现我们一直是一个婴儿的心态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我们还有大量网友呢 也刚才我们这位河北李先生的这个 他的这个言论呢 受到我们许多网友的这个回应 你比如说Edwin Chen 这个网友就说 美欧日自由贸易区呢 有利于人财物的自由流动 有利于提高自贸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种事情是好事 可惜中共的利益 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 中共更想依靠暴力来创造特权 利用特权来获取贪腐利益 如果全世界都学中共模式 那么美国的自由贸易将被逐步削减 并垄断贸易统治 利欧苏这位网友说 中共当局此番作为自绝于世界潮流 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关闭大门 担心下一步走向进一步的封闭 欲喜 他说呢 说中共和欧洲日本都有制度上的矛盾 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而美国却没有这些 其实欧洲的态度早就明了 他们同意川普对中共贸易体制不公的指控 只是不同意川普 那关税开道罢了 尽管呢 目前现在这个中国成为孤家寡人 还仅仅是一种危险 但是毕竟这种趋势呢 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 我请问胡先生啊 向来呢 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这个中国 他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胡先生 其实所谓中国要从美国手中 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这种说法 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我膨胀的一个表现 就像前段时间宣传的 什么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性质 因为实际上还不具备相应的实力 无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差得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你像中国怎么能谈得上 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棋手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和自由经济 有很大的距离 再有呢 这种说法呢 它不但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实力 它不可能实现 它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一心 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 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避 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 要当农朝老大的架势 可是回头一看呢 倒成了四面土歌 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 非洲 那又大讲特讲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 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话通都不通嘛 字面上就不通嘛 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 你就是发达国家了 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 叫做一个穷人 你说很富很富了 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 我都属于穷人 这话根本就不通嘛 这个实际相信 当年毛泽东 那跟苏联争论 实际上是为了争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 到头来争也没争了 半天也没争上 然后就改口了 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 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 去当什么头儿的这个意思了 那现在我看 这个习近平要这么一个意思 本来摆出的架势 是要跟美国 这个争夺所谓自由贸易的企图 这么主导全球的经济 这个全球经济全优化 这么一个架势 后来一看 蛮不是那么回事 回过头去 又去重新再去拉拢 所谓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 又唱这个调子了 所以看起来 你这个应该会是非常可笑 这次的出访 一名出访 就像王毅讲的 他也是反正是有战略意义的 这一步落子 走到一步棋 那我想他恰好 就和前阶段 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方面的 这些种种争端有关系 正是前阶段这种争议中间 中国发现 中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下风 他要至少在现在 就这么自以为是的 以为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于是就回过头来 再去重新的所谓第三世界了 其实表面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 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一 他在批评中国贸易行为时候指出 他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世界上 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重商主义的经济体 将自己定位成捍卫自由贸易 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守卫者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张先生您怎么看 这位美国官员的说法 我觉得如果在国内 关起门来 言心不一 你说自己为人民服务 然后你这个搞什么 去除地端人口 然后打压这个工人的维权 抓捕律师 你这一套东西 你在国内横 还是可以 手里有枪 但是到了国际上 你还这么玩 这个可能就不行了 等于你就没有公信力了 那这个我在网上也查到 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部分承诺 比如说不以技术转让 作为市场主义门槛 比如加入这个政府采购协议 然后什么国企基于商业考虑进行采购 国企市场份额逐步减少 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 像国外生产商开放通信市场 然后还有国外电影 在国内的发行自由化 然后出口补贴显著减少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显著减少 然后遵守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协议 不再操纵技术标准 这个向华盛顿共识所定义的目标发展 这些承诺其实中共都没有做到 虽然中共在2011年就声称 它已经实现了这个所有的承诺 但是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 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甚至于最近出现的人民币的贬值 还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货币操纵国 这么样一个国家 就是说以前我谈过 我说等于是加入了一个微信群 你光抢红包 但是你不承担这个群里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那你这个大家就没法跟你玩 所以当初奥巴马总统他想搞个TPP 也是出一个 也就是我们另组一个群不跟你玩了 那么当然这个现在 虽然说川普总统他否决了奥巴马的这个计划 但是现在来看 就是抛开中共政权 然后另行这个 也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贸易体系的这个走向 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他面临全面的孤立 这就是现实 好的 我们现在呢再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 然后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方CD 这位网友说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 并不奇怪 是迟早要来的 中共会汲取教训 但这个教训是如何做得更隐蔽 如何以各种中国智慧于西方世界周旋 而不是如何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 如何进行市场转型 以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托巴里斯洪水 这位网友他说 中共援助的国家都是水米夫妻 美欧呢 是从一战二战结成的友谊 美欧日结盟对付中共 对中共断供 想着问题不会太大 随着中共在世界经济孤立 中共国内经济民生危机 就会集中爆发 中共中国会分裂 美国提防的是中共的狗鸡跳墙 对外发动战争 邓新华 他说如果用经济战击溃中共 比军事战更省时间 让更少的生命免于生灵涂炭 所以在经济战中 造成短暂的民生灾难 中国应该可以接受 经济战已经形成 以欧美日的同盟国 中国在亚非拉撒钱圈友 不正面面对国内和国际问题 并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洪裕 他说目前中共的确没有什么办法了 但是对国内民企坏主义多得很 现在民企用电都是限量的 看你企业的纳税额给电 几千年最无耻的无底线 最坏的政权 莫非中共莫属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这位刘汉 我们一位叫刘汉的网友 他说中国有特色的治理体制 中国也不怕零关税 因为中国是全民经济体制 中国人民有勤俭耐劳的传统 如果实现全球零关税 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机会 各种观点都有 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 天津的艾先生 艾先生 艾先生线路断了 江苏的李先生 艾先生在 您讲艾先生 请抓紧时间艾先生 对不起 这是江苏的李先生是吗 江苏李先生 你好 请抓紧时间 这次中美的贸易战 在中国没有一个老百姓 没有一个老百姓 是真正的为中共去着想的 我所接触到的老百姓 全部都是看笑话 看共产党的笑话 知道吗 都是在看共产党的笑话 所以我想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分析一下 就是说 通过中美贸易战 中国的老百姓 啥在看中共的笑话 是不是说明 共产党已经离心尽失了呢 好的 谢谢江苏的李先生 其实我们下面有一问题呢 要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到时候呢 我请张立凡先生 统一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河北的李先生 下一位 你好 请讲 我觉得呢 美国 日本和欧盟呢 这个联盟有没有形成呢 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即使形成了一个联盟 我觉得这个联盟也是非常脆弱的 只要中国恰当地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 是很容易应付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呢 美国也是很重视关税的 如果美国没有关税 他拿什么去干涉别国内政呢 拿什么去推翻别国的合法的政策呢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们刚才这位先生发表的意见 我们现在就讨论刚才 这个好像是河北李先生提出那个问题 这个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那南华早报呢 香港的南华早报认为呢 说北京错判形势是目前限于溃进的一个主要原因 错判这个川普是中国智库通通性党的这样一个后果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呢 那确实如此 中国的智库就是因为智库性党 那么免不了这些研究人员们要这个投合上意 顺着你的话说 尤其是又有禁止妄议 这个还有什么这个 那么这么一来 你想作为一个智库的研究人员 如果他有他的想法和上面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那么如果他直接表达出来有很大的风险 那不要说你最后如果说错了 那你会将来没有好下场 哪怕你说对了 那恐怕领导人也会对你不高兴 所以这么一来呢 当然大家会顺着风说 因此你到头来习近平你看到的东西 那都是你想看到的东西 都是证实你原来的想法的东西 不可能看到不同的想法 这是其一 另外就是中国政府在对美国对川普做出判断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也还依据于海外的 尤其是美国的政界和学界 凭着和政界和学界的所谓老关系 殊不知他这个信息来源 也同样有同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只信任那些一向和就是中国官方关系比较友好的那些所谓专家和这个政客 或者是已经那个下台的过气的政客 这么一来呢就是彼此互相误导 那边投你所谓的 然后你呢就得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别人就是 就投你的胃口送给你的东西 因此自然不可能实际有一个全面的判断 当然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自身的判断力不够 那么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现在世界尤其是关于这个国际问题 那么你可以想象习近平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的 问题在于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意见 是由你习近平来拍板 你来决定取舍 这里头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自己的判断力如何 这是问题的关键 而习近平本人呢恰计他要是质大财数 又浅薄又无知 而且又浩大喜功 钢笔自用 是他的问题 我也导致了这个使得 整个北京对形势的产生如此的错判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对川普的有错判 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 别的国家 包括美国很多人也会有误判 因为川普本来就是一个非 就是非典型的这个政治家 他的很多做法 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到底会怎么做 但这类问题呢 而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种错判 他对更大的背景是 中国他自己 他有先就对自己设定了一个立场 那就是我们刚刚都谈到的 他认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 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 大要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成为世界国际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的这么一种架势 出于这么一种架势 他自然就会低估 他低估的不仅仅是川普一个人 而低估的是整个美国 所以这么一来我想造成的 现在他现了这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的那么下面这个问题 我要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们那位河北李先生打进来的电话 他关心同样的问题请张先生统一回复一下吧 就是官媒环球时报发文 抨击某些中国人为何急于替美欧签订自贸协定 他说文章说啊 有的人心里渴望看到中国被围攻的这样一个局面 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同仇敌忾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如何评论中国国内这种官民不同心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首先是中共自身很难摆脱毛时代留下的这种冷战思维 所以他总把自己想象成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封锁包围的一个受害者 就是一个受害妄想 如果你是公平的竞争 你是fair play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担心 这个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网民们对于这个贸易战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就是哪怕这个我们眼前吃点苦 也要这个让美国把中共整垮 还有这样的心态 那这个就显然就是表明民心在思变 那么当然了另外一方面体制内我们看到 也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 那就是说这个所谓关心思乱 还希望在乱中这个博弈 甚至是夺权或者是清军策 或者是更换现任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都存在 那这个根本上来讲 还是中国中共这个政权 它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后果 就是让老百姓离心离德 让体制内这个心寒持冷 那这样一种后果实际上 当然如这个侯斌先生所说 就是有很多这个智库在误导 这个智库的所谓专家在误导 你比如胡安刚就是今年四月说 中国已经全面赶超美国 是这样的梦话 那这样的梦话 然后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宣传 就是什么厉害了我的国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甚至连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你都看不下去 说对这一判断是深感不安 然后梵刚也是说 这个说法耸人听闻 这些呢都是体制内的 已经有不同的声音 然后再有就是这一次的贸易战 这个明显的 我觉得林毅夫在误导领导人 就是说林毅夫说中国要 只能以牙还牙还击 他说中国可以在关税上反制 把目前的25%关税调高到50 调高到75 可以重创美国产业 特别是汽车业 他说这个美国汽车产业 在美国本地销售300多万辆 但中国销售400多万辆 其实这个数字本身就是错的 他认为这个要是没有 中国的市场 美国就 这个美国汽车产业就完蛋了 其实据另外的学者 这个统计只有 在中国的销售量 已经40多万辆 还有就是林毅夫说 在极端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抛售美债 就会反击 这些都是昏招啊 但是这些昏招 他居然就这个误导 就让这个领导人相信了他们 那这个跟中共这种党文化 是非常有关的 就是他禁止妄议 中央大政方针 明白的人不能说话 然后导致这样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是咎由自取 好的 那么刚才张先生呢 特别提到了林毅夫 我记得我们一位网友朋友 傅政辉 他也 点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再给大家选读一些 我们的网友评论 然后呢 我们再接电话 时间剩下不多了 Mark Sun 他说美欧日建立新的贸易体系 目的就是要倒逼那些在WTO框架中 不遵守贸易规则的国家 遵守国际贸易 公平互利的贸易原则 美欧日这次建立的新的贸易体系的实质呢 是联合世界上推崇自由公平贸易的国家 来维护世界自由贸易 同事 他说中共现在的内忧外患程度 是越来越严重了 先不说大地方 就我们黄山边上的这个小山村 都已经对共产党严重不满了 共这些年不断破坏我们这里的生态 官商勾结 全钱交易 我支持美日欧联手来对付中共 这种嚣张企业 J.Garick 他说一个共产党国家 要打众多自由贸易民主国家 本身本来就是条歪路 最终受苦的是中国老百姓 我们来看看再接两个电话 山西的福先生 福先生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美日欧联合起来 对抗中共政权是不可能的 即便全世界国家联合起来 也不可能的 因为中共拥有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 即便是零关税 你哪个国家也比不了 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 而且这个联大劳动力的人口数量 也是巨大庞大的 好的谢谢 这是中共的最大优势 所以说你别吃心妄想 联合体来抗击这个政权 好谢谢山西福先生 刚才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 同一福先生的一个看法 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中国的腐败很严重 专治理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完全根本上错误解决 好的谢谢 这不是习近平安下个命 就能解决了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只有不到一分钟了 最后我想请两位专家 我们每个人30秒吧 来结束我们这个讨论好吗 胡先生首先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中美之间的制造经济冷战是已经开始 那么当然还有下面的问题就是美国如何在对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个定性 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显然的毫无疑问 这次这种对峙的结果 当然是会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的 那会造成很多问题的话 那也是因为这种对立来的太晚 如果我们再继续 希望继续采取随移民主义的话 那只会使事情进一步的恶化 好的 谢谢 胡先生